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新赛季万能上分公式来了 现在但凡有人做出霸者加黄盾组合 他的强度都差不了 本期就给他们汇总一波 能用这个上分公式 并且表现还不错的英雄 首先就是我们的阿姑朵 出装肉刀CD鞋 血手黄盾霸者红莲 名文十宿命五条河五狩链 十虚空 球球提供的生命池加成也算额外血量 而黄盾提供的仓卡 正好是额外血量挂钩的 一万一的额外血量加成 一巴掌打野怪 三千二百左右的伤害 连放生都不用了 对英雄的伤害也很高 神装之后 你A个五六下就能嘎掉一个脆皮 同时 弥补了阿姑朵开龙清兵比较慢的缺点 可以说是完美吃到装备红莉 然后就是黄盾肉铠 出装肉刀抵抗鞋 黄盾红莲不吃鸟霸折 名文十宿命两条河 八寿力十虚空 那本身铠叠开大后就特别能扛 配合上肉装 哪怕对面四五个人急火 短时间内也嘎不掉 唯一的缺点 就是可能中后期缺少伤害 并且开龙较慢 黄盾同样解决了这些问题 开大后能劈对面将近一千血 可谓是刀刀烈火 并且对面还打不动你 一个人追着对面三四个人砍 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凯迪的普攻和二技能 只命中一个单位的时候 会额外造成百分之五十伤害 这将凯迪在没有黄盾之前 也不至于刷野太慢 接下来就是神潮招 出装红刀抵抗鞋 宝猎明文十一扁十狩猎十阴炎 之前我们就聊聊过 曹老板的被动剑气 可以享受到黄盾被动加成的 这就大大提升了 他刷野清兵的速度 在满CD的情况下 直接化身为不死战身 追着敌人卡 最后则是海诺 在霸者和黄盾的加持下 六神的海诺将近有19000血量 除了鲁班这种被动 打百分比血量的射手外 其他的射手打海诺身上 根本就是刮杀 并且伤害还贼高 在团战中利用近战形态的平A 和一技能打出大量输出 哪怕是遭遇集火 也能用大招退场 回来后又是满血 以上就是新赛季 吃到黄盾装备红利的英雄了 除了他们之外 之前还推过八戒和赵万针 也可以用这个玩法 兄弟你们觉得 还有哪些英雄 吃到了黄盾装备的红利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